大山听着自家媳妇和她的徒弟正在隔壁黑羞,不自在地咳嗽起来 警告他们,动静太大了 等他们散了,大山垂胸顿足 我为什么要放这个男人进门啊 大山是长白山里自身伐木工 不久前被倒下的树砸中了腰 下半身瘫痪,整天趴在炕上 吃喝拉撒,全靠媳妇云凤照顾 夫妻房事干不了,下康干点儿亲活都难 家中经济支柱,一下子垮了 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虽然徒弟黑塔常常过来救济 但到底是外人,帮的忙有限 大山琢磨着,干脆让黑塔来家里帮工 报仇嘛,就上云凤陪她睡觉 三个人一起生活 这样的旧风俗在东北被称为拉帮套 大山让云凤叫来黑塔 自个儿作了口烟,一直抹不开面讲这事 蒙灌一大口酒后,当着徒弟的面哭了起来 黑塔干了大山这么多年 从没见过师父这副模样 他知道大山心里有苦 可没想到会忍痛割爱 把漂亮媳妇都让了出来 黑塔嚷嚷 你是我师父,这事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 传起一副转身就走 而后传来大山恳求的话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会出此下策呢 就在这时 屋外传了一阵狗肺 云凤被一群罪汉围住 下流化不堪入耳 黑塔上前就是一顿卵奏 提着棒子打跑了这群流氓 自从大山受伤 村子里满是闲言碎语 都说他命里不该有这么漂亮的媳妇 没想到这些人会这么猖狂 如果不是黑塔刚瞧在这 云凤就被糟蹋了 黑塔回到屋子里的炕上坐下 大山见他动摇 给云凤使眼色 让他拿着枕头 今晚就去伺候黑塔 给他伺候舒坦 这事就成了 黑塔瞧着师娘 心里始终过不了这坎 一直叨叨 我成啥人了 抱起衣服去柴房睡了 一晚上 三人各有心事 彻夜难免 大山的算盘没打错 黑塔大包大揽 砍拆生火 外出赚钱 把家里搭裂得津津有条 还常常拖着板车 带着大山四处溜弯 破败的家终于有了起色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云凤对年轻壮硕的小伙 动了情 每天偷偷对着镜子梳妆打扮 晚上溜到黑塔的床上 偷怀送抱 两人四目交接 拉上脸子缠绵起来 大山听着隔壁的动静 如梗在喉 故意咳了几声 打断两人的好事 他嫉妒黑塔 也恨自己无能 第二天一大早 还在吃饭 大山故意折腾黑塔 干这干那 老身又脾气 这饭没法吃了 黑塔拿起斧子出门干活 大山又拉着云凤阴阳怪气 他昨天没对你那个吧 要是他不碰你 就拴不住他的心 云凤甩开大山破口大骂 你这种男人 撒泡尿淹死自己得了 说着出门 给在外的黑塔送饭去了 黑塔看见师娘向自己走来 昨晚的灶火又重新燃了起来 将云凤扑倒在雪地里 天当背 地当床 两人从山头滚到山脚 从这天起 他们过上了 没凶没臊的二人世界 夜幕来临 就是大山折磨之时 隔壁声声震颤 像巴掌一样 打在他脸上 搜主一世 他自己出的 只能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咽 看着残缺的身体 大山难掩心中的郁闷 长白山上顶天立地的男儿 竟会落到这幅田地 黑塔外出盖火 他就冲云凤撒气 你的身子我管不住 你的心不能随了他 一口一个野男人 叫得特别难听 正巧被回屋拿工具的黑塔听见 黑塔在门外捂着耳朵 假装这事从没发生 直到传来云凤凄厉的叫声 黑塔冲进房里 将大山从炕上 一把揪起扔在地上 给你们当牛做马 还拿我当外人 黑塔舒适行李 气冲冲走出家门 云凤跟在后面 告诉他自己有喜了 刚刚两个月 不用多说 肯定是黑塔的种 黑塔一听也不气了 说他想要一个女儿 以后可以帮着云凤一起干活 两人有说有笑回到了家 大山听说云凤怀孕 也乐呵起来 他想要个儿子 好给他传宗接代 长白山天寒地冻 有顶绿帽子带 也挺温暖 他拉着黑塔小声嘀咕 这孩子生起来 能不能跟我姓 为时也就剩这点脸面了 老十八叫的黑塔 思索片刻 最终答应了师父的请求 云凤的肚子 一天天大了起来 黑塔每天出去打猎 给云凤补身子 回来对着大肚子 又揉又拍 大山在一旁 叫他收敛一点 三人关系已不像先前那样拘谨 转眼到了临盆的日子 云凤痛得脸色煞白 接生婆往下一摸 一手的鲜血 不好 难产了 黑塔赶紧冒雪 拉云凤去镇上的诊所 急得他跪在了医生面前 才免掉了深夜额外加收的诊金 保住了云凤的平安 顺利给他生下了一个女孩 几年过去 女孩渐渐长大 出落成水淋淋的小姑娘 一天 她跑到大山九卧的炕前 对她说 爹爹 山里有温泉 泡一泡 腰腿全好了 然后用板车拖着大山 去温泉边上治病 一来二去 大山的病情果真有了起色 这把黑塔给除坏了 她照顾大山这么多年 也经常带着她到处治疗 可从没想过有一天 她的病会真的好起来 万一她的病好了 翻脸不认人 叫自己滚蛋怎么办 更何况 自己的亲生女儿 现在管人家叫爹 叫自己叫叔叔呢 黑塔内心充满了矛盾 直到她瞧见大山双脚恢复健康 拄着拐棍走到她面前 她顿时丢了魂 点了根烟 提出自己跟孩子睡 让云凤跟大山同窗 一死一死一下 没想到 大山求之不得 云凤虽不乐意 但大山毕竟是她名义上的丈夫 只能去她床上守着 我就是一盘菜 算你们让来让去 这次轮到黑塔 隔着帘子听那边的动静了 一连串一阳顿促的声音 听得黑塔很不是滋味 像栽进了粗毯子 浑身酸溜溜的 第二天 公社干不着上门 告诉他们 新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 这拉帮套的陋习不能再继续下去 云凤必须在这两个男人中做出选择 晚上 大山和黑塔在屋里商量 说是商量 大山一点余地都没给 我现在病好了 你该哪来回哪去 你只是一个外人 别再掺和我家里的事 黑塔急眼了 当初你求我进你家门的时候 怎么不怕人笑话 这么多年 我给你们当牛做马 怎么不怕人笑话 这事我们说了不算 跟谁得让云凤自个儿说了算 云凤的心早就归了黑塔 但她也觉得对不起大山 于是打算跟黑塔带着孩子净身出户 黑塔愣住了 她没想过云凤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眼看着媳妇的心跟野男人跑了 大山现在唯一能守住的 就是眼下这个女儿 第二天一大早 大山就抱着女儿溜了出去 准备就此远走高飞 云凤黑塔满屋子找不见女儿 急得团团转 大山托人传来话 别找我 找也没用 黑塔抄起扑盖就要走 云凤苦苦要求她说 如果三个人里 一定有一个人要退出的话 那么就是我吧 这样对谁都好 雪地里黑塔跟云凤相互依偎 苍茫大地只有这一刻 完完全全属于他们二人 热泪在寒风中打转 分别就在眼前 谁也舍不得这份温暖 突然 女儿跌跌撞撞跑到跟前 原来大山一直站在门外 云凤扯着黑塔的袖子 向她表明自己的心意 大山 她留得住我的人 留得住我的心吗 字字如真 把门外偷听的大山 炸得千疮百孔 以前可以推脱是残疾夺走了 她的媳妇 现在她找回男人雄风 也没能将云凤守住 她艰难地认清这个现实 让女儿回去找亲生爸爸 独自一人挑起包裹 向深山方向走去 旧时东北赶车人的土话中 一匹马套车拉或拉不动 就要再套上一匹马帮忙 这就叫拉帮套 延伸在婚姻模式里 就是指已婚女子 在本夫患病 不能抚养妻儿老人 或家境及困难的情况下 另招一位男子来家共同生活 并让他负责供养本夫及全家 本夫仍是户主 那个男人无丈夫之名 却有丈夫之实 三人组成一个畸形的家庭 虽是陋习 但对于身处水深火热的家庭来说 只要能活下去 哪里还顾得上伦理道德 和脸面尊严呢 冷门夹片 国城老片 欢迎关注木叶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